兄弟親 從來我和啟昌主席都請假 因為又感冒,又有點咳 我怕破壞了大家的氣氛 但是啟昌一直不告訴人家 那終於都出來了 本來如果要過來就很辛苦 但是幸好啟昌差不多講完了 我只是好一點點 希望錦松卿會有更多話要講 陳老師在英華教了十年 成就了一段陳叫南傳奇 在1968年我畢業那一年 中七畢業 當時不是那麼多人考A級 我覺得好像是差不多是千年過 我覺得不是多人考的 尤其是中文 中文不是多人考的 考出來的成績呢 是全港二十一位 英華獨佔九個 所以陳老師就一名兵人 但是也有些同學呢 一起在香港大陸同學呢 有些人很信 當然有貼士 這個又很難明白 有沒有貼士就不知道 總之我們是獨餐死的 又好彩選中的題目 不是陳老師貼的 我們自己貼中的 好啦 到年二的時候 我是讀中文年二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卷是史記的 我去上課 開頭的老師呢 教的老師呢 上課很漂亮的字體 授金題 是抄筆記 那些同學就在下面 又在抄 好了 那個老師呢 抄了開頭 唉 阿福基 為什麼你不抄啊 我說是會了 他問 你會了什麼 然後我就跟著 在他抄的那裏呢 就連了下去了 下一個幾個 你怎麼會有識的 我問我的老師是陳小琳 我老爸是英文 那這個答案呢 如果現在我飽經憂患 就不會講的了 那就累到我那張卷 拿不到A加的 好啦 陳耀林老師在英華 十年呢 很多東西可以講 那我就現在 是跟回 陳老師呢 寫對聯的法則 我用十一個字 概括 二 十年 耀德英華 十載 幸從 高時甲 陳老師 陳老師 的品德 在英華 照耀了十年 那德字呢 那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 大家有不同的體驗 但是在我的體會來講呢 就是兩回事 第一 就是學問 第二 就是 大學問 所造成的 一個人格 這個就是 陳老師 的特 那我們當時是年紀輕啊 都不知學得多多啊 總之呢 有幸在十年裏邊 受陳老師教誨的呢 在他 安前馬後 跟隨著呢 學到一招換式 那以後都 受用不盡 可能十年後呢 陳老師離開了之後呢 他終生 都是做呢 推廣 中華文化的工作 甚至遠到去 退休之後 去到澳洲呢 都是呢 成立 南州學社 是 台灣啊 香港啊 加拿大啊 有 邀請去的地方呢 他都 是 去 宣揚呢 是 中國文化 去推廣 和成全 所以呢 我再用十一個字呢 是 包括 陳老師呢 他 這段時間的經歷 和貢獻 姚德英華 十載幸聰 高時隔 南 榮 草木 七秦 又放 無雙花 七十歲人啊 都仍然呢 是 發放 生命之花 這個是我們 望塵莫及人 好 那我希望呢 大家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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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身體 我們很快 一起再參加 彭老師的 八十大秀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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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